在春訓的時候可以準備好自己 當然就是在樂山賽的時候 也謝謝兵哥那邊 就是相信我的打擊 當然就是在春訓練的東西 就是把它發揮出來這樣子 對 你說他去年 我去年 前年 對 前年底就有 但是今年練習的時間比較長 因為去年要去之前 就已經快要到春訓的階段 所以就去 有時候去 有時候沒去這樣 然後今年就是 是從中訓完結束 對 台中就開始 就幾乎每個禮拜 每天幾乎都去這樣 好 好 好 現在你們三種的打扁 一種 還有所有我們的 大家 玩 玩 今天 就是我們 外全榮陸出的 第一場比賽 好 我想我們 就已經 在教練中教導之下 以民主昌說 學的 所念的 用平常心 平常的心 全力以目 因為 整個比賽總共有20場 所以 那是一個 非常 半熟的一個比賽 所以 今天的主戰 我也利用這個機會 大家 能夠 以民平常的 努力 然後 在今天的 這個場合 裡面 能夠 發生 發生 出來 祝我們大家 能夠 旗開得勝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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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自己 往外幫我們一起加油 好 這麼 bonus 這裡 有 什麼 我有 好 我 以後 一點 好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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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講是辛苦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溝通 不管是教練跟教練溝通 教練跟選手的溝通 教練跟球團的溝通 我覺得不是辛苦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非常會影響到整個球隊的重點跟世界 大概就在那裡 就是溝通而已 因為練球其實 我覺得大家大方教育 但是我們不知道說 到底彼此當中的認知是接近還是 所以我覺得比較辛苦的應該就是在溝通的部分 這個呈現出來 我相信今天的比賽非常精彩 對於球員 我相信他們的第一場比賽 一定壓力一定是存在的 他們是既興奮又有壓力 對於教練團這裡 我們就是以平常辛勞的對待 那我希望說他們能可以每一場比賽打下來 然後累積自己的經驗 然後到最後創出魏全龍的新的一個鐵霸奇蹟 OK 好